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索尼的A725 就是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故障可以说是比较常见 我们用微单的朋友大部分都遇到过 但是这台机器出现故障的原因就比较奇怪 我们今天一块来看一下 也是粉丝继修写了这么多 好几百个 我挑重点来给大家说一下 上面都是他自己的介绍 下面都是关于机器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问题是镜头调到光圈22 拍白纸检测 一眼就看到画面又下角 有明显的大黑点 换了一个镜头 同样的故障 可以确定是机身的问题 然后CMOS脏了 用了四五个清洁棒 就是擦不掉 自己说自己有强迫症 然后呢 这个脏点就给他干击眼了 用清洁棒使劲的戳了一下 哗了 手里的机器突然就不香了 咱们在平时自己清理CMOS的时候 一定要清 千万不要用力去戳它 经过反复清理 如果清理不掉的话 就不要动了 尽量找专业的师傅帮你去处理 这样可以更快的判断是什么原因 然后相应的解决问题 那它这台机器 为什么清理不掉 为什么我说它的故障 出现的比较奇怪 那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我们在显微镜下 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说的黑点 而且黑点的下方有划痕 就是它当时擦坏的那一块 显微镜的焦点 对准了黑点以后 划痕是看不清的 说明它俩不在一个平面 这个灰点在低通的背面 正面擦 肯定是擦不掉的 还好最后在沟通的时候 我多嘴的问了一句 机器是不是扛货 有没有保修 结果呢还真是扛货 刚买没多久再保修 最后我建议它去做保修 因为这样可以不花钱的解决问题 这都完美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大家在买了新机器以后 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的相机是保修多久的 如果在保修器之内出现了问题 只要不是摔过喝着进水 基本上是都可以保修的 这样真的可以省下不少钱 像这台机器 如果当时我不问它 直接打开进行清理 它损失的可不止那点维修费 还有两年的保修期 所以我们大家在买了新机器以后 如果出现了问题 一定要先搞清楚 自己的基金有没有保修 然后再决定在哪里修 都有 我把这人给大家吃了 我把这人给大家吃了